它是一把从天而降的聚伞 为汽车带来凉爽与舒适 它有着坚实的骨架和巧妙的设计 在重重考验中豪独味剧 敬请收看外发明神奇车衣 它是一把从天而降的聚伞 为汽车带来凉爽与舒适 它有着坚实的骨架和巧妙的设计 在重重考验中豪独味剧 敬请收看外发明神奇车衣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外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锡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 彭老师你好 你好 这夏天到了我相信很多车主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 如果把车长时间停在太阳底下 你一开车门一进去就跟进到一个蒸笼里一样 是你像今天中午我打开车以后 你先放一放热气 先开个车门 让它通通风 即使这样你坐在车里头几个车窗都开着 开出几公里去 这车里头还是非常热的 自己都快熟了你知道吗 所以在夏天停车停在什么地方一般我都要考虑 比如停在一个树下 这个楼房的阴的部分 这不好找 一般这个树阴下楼房底下都是抢手的地方 你得去迟了没有 所以这个夏天这个车里的热是非常难解决的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我也就是开门散热了 行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们的发明人会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呢 日日延延 汽车防晒成了开车的朋友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一处事外停车场 打算实际了解一下大家的心声 夏天在车里边这个温度感觉怎么样 高得不得了 高得不得了 最里面最起码的有可以达到五十几度六十度 每次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先把车窗门打开一下 让它通通风 风条打开一下 让它吹一会儿吧 大概吹个几十秒 人再坐进去 窗户打开跑一会儿 很痛苦 很痛 昨天是烫屁股 那个痛得不得了 夏天在车里边热不热 热 真火一样的 你先打开窗户通通风呗 然后空调开起来 面对曝晒后的车内高温 大家苦不堪言的同时 也各有各的办法 而奇怪的是 对于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防晒车罩 大家似乎很少使用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是效果吗 还是有效果 这个就是放在前挡风玻璃上的 对 这位司机认为 前挡风车罩安装起来十分麻烦 应记者的要求 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安装一个小小的前挡风车罩 也花费了好一会儿功夫 那么如果要使用市面上的全身车罩 安装起来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几时开始 小伙子立马行动起来 放在后面很久没了 你看这个传心 那样都埋来前面几次 是啊 看您这罩还挺新的 有时候放在这里有风 一下子吹了 有时当时有一次 朋友送我两个都掉了 折腾了半天 累得气喘吁吁 小伙子说话也有些语如伦次 终于全车罩的安装结束了 大分零三秒 对对 也不算时间太长 三分多钟 太阳底下就是这会儿功夫 搞这个东西 可能人就受不了 不方便了 你看我放在后背上都没有用 嗯 列宇暴晒之下 为了安装车罩 而在室外折腾三分多钟 也实在是让人很难接受 采访结束后 记者对一辆室外停放的汽车 进行了温度测试 我们发现 车内温度都在50度以上 而车窗玻璃附近的温度 达到了76度 一只放在车内 用于测试的冰高 则在五分钟内迅速融化了 车内温度高的 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看来 汽车防晒的问题 不容忽视 然而 现有的车罩 都不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那么 有没有一项发明 既能够给车 起到防晒的作用 操作起来 又简单方便呢 发明人林凯 发明项目 太阳能 全自动车照 林凯 浙江温州人 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 母亲很早就为他做好了 人生的安排 希望这唯一的孩子 能够接受自己的鞋场 然而林凯却不愿意接受 这样的安排 他希望能够自己 把握未来 我妈给我铺好路 什么事情都是她来安排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是她来安排 我的事情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 以后未来的一个规划 林凯的兴趣爱好 就是开车 他对母亲给自己买的车子 爱不释手 不忍心自己的车 在烈日下曝晒 于是产生了 发明全自动车照的想法 当时的话 因为夏天太阳很晒 我去那个店里去买一些 自动的车照 想自己方便点 结果买不到 一系列全是手动的 手动的太麻烦了 所以刚 当时就在想 为什么没有自动的车照 所以就萌发了这个气象 有了发明全自动车照的想法后 林凯开始对雨伞 灼灼 自动伸缩门 等日常用品 进行了观察与研究 并动手开始尝试 终于 林凯的全自动车照 制作完成了 林凯 这就是你的那个车照 对 看上去这么一团啊 它怎么用啊 拿起来 然后放在这里 哦 放在那里 好了 然后嘛 我摇空气 我摇空气 一样它就打开了 打开的话 长上面五框 两米 全自动车照 迅速展开了 好像一张 从天而降的巨网 林凯发明的全自动车照 用铁管做成散骨 并在底部安装一块吸铁石 与汽车顶部相结合 使用的时候 通过遥控钥匙的一键操作 使主机中的马达开动 螺杆转动 螺母上升 将散面全部撑开 贴合在车身上 这样全自动车照 就能够对汽车 起到防晒作用 并且操作起来 简单方便 这几条骨还不一样 你看这个就是弯的 你看这个就是直的 是吧 因为车子的结构不一样 然后每一个点的距离也不一样 就这根短 这根长 这个短 这个长 对 有些短有些长 最后就等于把底部 这个也抽紧了 因为布就这么长 然后把它再进行一个拉 然后把它的形状就拉成这样子 就为了贴合汽车的形状 对 黄老师 我觉得发明人的这个全自动车照 特别的神奇 他怎么就能够用这个散骨 把车子给贴得这么好呢 我们说呢 它这个散骨的支架 是利用的这样一个装备 你看跟个栅栏似的 跟栅栅似的 上面都是一个一个的平线 我现在呢 控制这边 就可以改变它的长度 但是现在我做的这个散骨 每一根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它伸出来是直的 如果说我在这做一个小小的改动 在这 你仔细观察 您看这套是几个扣子 这几个轴我是可以给它换位置的 我把这个拔下来 把这个轴拔下来 我把这个轴安到这个位置上去 按过去以后呢 我们把这边给它打开 锁死 锁死 别让它掉下来 我接下来 再把这个轴 换一换位置 也就是这几个转动轴的位置 往前移了 这样再张开以后 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个四边形 就不是平行四边形了 这四条边不一样长了 就做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动 我再把它伸开 你看一下出的是什么效果 开始跑圈了 是不是变成弯 有一个弧度下来了 这就出现一个弧度 所以通过控制这个杆的长短 我就可以使这个形状 跟车身的那个外观形状是一致的 所以你不要怕收起来以后 它是这样直的 伸开以后 它就能变换形状 变换形状 另外我发现 它这样做呢 还有一个好处 跟普通的那个车衣 就是 像个雨衣一样的 像个雨衣那个 比那要好 为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 外边的伞跟车身间有空气的气息 上面的伞面被晒热了 底下的车身跟伞面肯定有一个温度差 听您这么一解释 我就觉得这项发明非常的巧妙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全自动的车罩在实际的运用过程当中 效果究竟怎么样 那你每一次多长多短是用什么 每一次是算出来呢 还是自己去 也是靠自己的一些摸索也是摸索出来的 因为刚才 一次比一次长一点 一次比一次 比如说矿一点的 我们再窄一点 然后往里收这样子 就这样一共多少次 好几百次了 好几百次了 所以自己都不知道挤多少次了 那这样行吗 我们去车上 咱们去看一下 它能不能完全贴合上 好的 好的 好 那么 这个全自动车罩 真的是为车量身打造的吗 它能够将车身完美罩住吗 来放这个大车上试一下 好吗 这上面是全景填充的 对呀 这个吸不住 怎么吸不住 我给你擦一下行吗 擦一下吧 因为这个吸铁石的话 只能吸铁的 它这个不是 它是全景的 就是玻璃的话吸不住 真没想到 测试还未开始 林凯就打了退堂鼓 它的车罩 因为底部安装的是吸铁石 所以无法适用于 玻璃材质的全景天窗 放下来以后 连吸铁石都没下来 实地测验刚一开始 车罩就暴露出了 它的曲线性 无奈之下 我们只好换一辆 普通天窗的车 重新来过 然后轻轻的推进去 然后这小轮子转起来 对对 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我们把它吸 吸铁石吸住 吸住了吗 吸住了 这样就行了吗 对对对 我吹一下 真的是没事 然后就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吧 那咱们就打开一下 看能不能完成 那你怎么知道是中间呢 就不错 对对 因为它差不多就情况就没关系 我先把它打开 车罩展开 它真的能够与这辆车完全贴合吗 诶 哦 没有 出什么问题了 没有 是那个 当作一个零部件 大概卡了一下 只是零部件 卡了一下吗 情况好像并不是这么简单 大家发现 前部分的车窗 还漏在外边 面对大家的质疑 林凯也承认了 自己的失误 我大概位置没放正 它有点斜在那里了 这个位置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它是有天窗 所以我要放在天窗的后面 这车有天窗 对 没天窗的话 我可以放在前面点 那你就往前放不行吗 往前面放 有天窗的话吸不住 吸不住 有天窗的话 它不是铁的 吸不住 绕了一圈 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 由于车罩底部 吸铁石的局限性 林凯放置车罩时 既要躲过天窗部分 又要保持车顶中心的位置 这个操作起来 就有一定难度了 一次失败 没有关系 林凯决定将车罩重新安装 再试一次 可以再来一遍 把它前面照住一点 好吧 再来一遍 好的 这个还是真成功 都拿不动这个 这个美女麻烦你 帮个忙行吗 你来把这个 踩着放车上试一下 行吗 帮个忙 行吗 你试一下 可以 把他拿下来 把他 小心 能拿动吗 小心 你不要帮助他 让他自己来完成一下 你平常是不是劲儿特别小 没有 那你来试试 能不能把他放上去 好 你还试着把 确实有点吃 没关系 你去帮忙 行吗 你别帮他 看来他一个人都不动 来换一个人吧 你可能太瘦小了 来让你这个同伴来试一下 你不帮他好吗 我自己一个人 你自己一个人 看试试 能不能装上去 这个就那么重大 行吗 完全就拿不动 完全拿不动 你看你这个 你这个发明 他猫力气太小了 是猫力气小了 男孩子估计可以的 男孩子估计 来来来 来的男孩子 你来试一下 来试一下 帮我试试一下 好吧 我要求你把这个拿下来 再重新装上 挪一点位置 往前挪一点 然后把它再放上去 你看能不能行 好吗 你别帮他 男孩子还可以 对 对往前走 好的 对对对 好的 行行行 看来男孩子还是可以的 男孩子的话 就是说这个东西 只限男性 女性尽幼 是这个意思吗 像国外的那些 大的那些 那些女孩子 都是一米七 一米八的 他们就很方便 只得国外人发明的 那中国人也有的 虽然林凯一再辩解 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 车罩过于沉重 并不适合女性车主 单独使用 实地测验 果然能够将车罩存在的问题 全部展露出来 这时的林凯 心里也开始有些打鼓 他将重新打开的车罩 前前后后 仔细检查了 一遍又一遍 这次车罩展开的效果 依旧与林凯的预想 有着很大差距 他告诉记者 车罩是严格按照车的外形 设计出来的 一分一毫都准确无误 因此一旦车顶的位置找不准 就必然会影响到 车罩展开的效果 第三次测试开始了 这是林凯最后一次机会 车罩终于呈现出了 最完美的状态 围观的群众就会对他 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你觉得这车罩好用吗 应该可以吧 比起没照总好点 我看得好像就是 比整个的照道一样 在前面好像感觉照不到的感觉 你担心什么呀 没有那个照道吗 没有全照上 没有全照上 大家都说你这车罩 没有全照上 全照上是不是比你这个 防晒像我呀好多了呀 那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我已经把主要的地方 全部遮住了 旁边的话 这么厚的铁皮的话 它进不去的应该 您觉得就是说 最容易倒 最容易倒热的地方 我已经全部照住了 那这样好吗 咱们找一个那个 整体照住的车罩 和你这个做一个对比 好不好 行 行吗 为了更好地验证出 全自动车罩的防晒效果 我们打算用普通全车罩 和前挡风车罩 来与它进行对比 三辆车 然后三个这种防晒的东西 一个是就普通的那种车罩 一个是你的车罩 还有一个就是 有人喜欢用的前挡风的这个 咱们现在往车里边 放一些这个东西 咱看一下它们防晒效果 好吧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 三种车罩的防晒效果 记者拿出了准备好的龙虾 和蟹 蔬菜和冰糕 并将它们平均分到 三组塑料盒子里 其中冰糕在每个塑料盒子里 混成一只 两只和四只 测试开始时 我们会将它们 分别放入三辆车内 以半小时为鉴 最终 车内物品状态 保持得最好的那辆车 所使用的车罩 获得胜利 忙活了十多分钟 一切准备完毕 这时 有许多行人被吸引过来 他们对比赛结果 会有怎样的预期呢 放车里面晒半个小时 那它不会死掉 每个都不会死 冰糕会化吗 冰糕 可能会化掉 可能会化掉 是一只都会化掉的 还是两只都会化掉 两只都会化掉 四只都会化掉 四只都会化掉 那这个河线会怎么样 这个闷死掉 大家的预测似乎都不乐观 那么这次比赛的结果 是否会如大家所料呢 我们拭目以待 那咱们开始 咱们三十分钟好不好 好的 来 开始咱看看它是什么情况 好吗 几时开始 三辆车子 全副武装 严阵一带 烈日当空 暴晒之下 谁是真英雄 第一次遇到这样独特的比赛 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 这里边有一个冰糕 两个冰糕 四个冰糕 您觉得像这两个 这个冰糕画的多 还是这个冰糕画的多 这个还画不得 那这个饼糕会画吗 隔里边 半个小时 这个半个小时的话就画 您还会选这个车罩吗 车罩是这样 这是跟着每个人的爱好 我是想选这个 大家的想法各不相同 林凯子为自己的车罩 坚信不疑 你最于觉得比全车的要温度 你心理预期 这俩温度能差多少 五六度左右吧 比如我的车罩里面 比如说是41度的话 那它应该在46 47度 它比你的还要高 对 应该是这样子 你还这么有信心啊 这也没想到 好吧 那咱等着 比赛时间就快过半 这时记者发现 刚刚那位选择全自动车罩的先生 竟把自己的车也开了过来 停在一边 你怎么把车也开过来了 我先看一下 看一下一下这里流入 和这些多大差别吗 你就是说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用 再用只要看一下 这流入就觉得有多高 您这车开过来有点晚 现在我看过了多长时间了 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了 差不多了 那我看啊 您先晒一会儿 快快快 很快就上去了 好了好了 这位热心的先生 也想实际地看一看 自己的车曝晒后的温度 究竟有多高 这样一来 四辆车排排站 比赛似乎更有意思了 接下来 我们对全车罩的表面温度 进行了测试 温度显示在40度左右 那么全自动车罩呢 它的表面温度会有多高呢 你说你这个多少度 它这个41度啊 那我这个30多度啊 45度 你这比它要高 46度 你看47度 为什么这个比那个温度低多了 你看 现在看上 它这个在里面 是39度40度的样子 那边就到了47度 这是怎么回事呢 防止外线的吗 把紫外线反射掉了 所以它这个就比较好 对呀 它问题 你们温度干嘛 你这个是不是不防紫外线 防紫外线95%以上啊 那就是怎么温度这么干 对啊 那你温度走了 它是一把从天而降的巨伞 为汽车带来凉爽与舒适 它有着坚实的骨架和巧妙的设计 在重重考验中毫不畏惧 敬请收看外发明神奇车衣 停止吧 这里面病条给您换掉 咱们光顾的说话了 你看时间已经超了 超了一分多钟了 你们谁会认为 那个车的温度最低 没有 没有 举下手好吗 很明显 没有人支持前挡风车罩 那么全车罩呢 它能够获得多少支持呢 有没有人认为 举一下手吗 您认为最低 您 你们两个 你呢 你也还有四个人 那你们呢 您认为哪个低 我有这个低 也是四个人 这边还有两个 六个人 那行 那咱这样啊 一会咱们拆开看 谁这回要说准了 里边那大闸蟹就归水碗子吃了 好不好 好不好 来来来来 谁猜对了 大闸蟹就归水 这样的奖励 让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动起手来 不到一分钟 三辆车的车罩就都被拆卸下来了 究竟谁会胜出 我们先来看一看 是用前挡风车罩的这辆车的情况 这个车啊 虽然没有人支持 但是咱也看一下情况 好吧 咱们量一下温度 量一下温度 多少度 59 59度 是吧 61 61 汤掉了 腰掉了 太不行了 来这儿 谁给我放在中间 几会咱们比一下 大家是怎么样 大家来看看 挂掉了 好像这个小龙虾还活着 来这儿 前挡风车罩的效果 似乎不大好 那么 全自动车罩这边的情况 怎么样呢 这是谁 哪一排的 来看这个温度 这里边温度好低 这个温度低一点 这多少度 42度 42度 41度 41度 车内温度在41度左右 看来 林凯的车罩效果 要远远好于前挡风车罩 那么 它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吗 接下来 我们将冰糕全部拿出来 打算将三辆车里的物品统一进行比较 来 先把菜喝了一块比一下 来 哪个菜好啊 这三个 中间的好吗 我不觉得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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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我们的全都是活的 都是活的 那行了你们抢旁边去吧 毫无疑问 林凯的全自动车罩 使用效果最好 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时 刚刚那位热心的先生 也想测量一下 自己那部车 暴晒后的温度 你这个晒的时间有点短 我看一下 我的天啊 比赛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大家纷纷散去 赢得了比赛的林凯 本该十分欢喜 然而回到停车场后 我们却发现 他愁眉不展 这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了 没电了 怎么了 没电了 好像是没电了 怎么收不起来 是那个电池里边的电 没充够 没有了 没充够 能不能就把它印给合上呢 合不上 不是它可以伸缩吗 合不上 收起来不行吗 合不上 力量太大了 只能拆呢 拆呀 对拆 怎么拆呀 先拆吧 先拆吧 头大了 林凯钻入车罩 狭小的空间 让他根本施展不开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他才将一小排散骨 拆卸下来 拆我一排 拆我一排 把它拆成这样了 拆出来 两个螺丝抿下来 那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还要拆 这么多 全都拆了 全都拆 约四十分钟后 全自动车罩 就变成了一地的 散碎零件 拆成这样了 郑军 这怎么办呀 就这样呗 先拿回去呗 看着这一地的铁管 林凯的心无比沉重 胜利的喜悦 早已荡然无存 回到办公室 他将车罩存在的问题 总结为三点 第一 车罩太过沉重 不适合女士使用 第二 主机底部的吸铁石 不适用于全景天窗 第三 车子一旦停电 车罩 就很难拆卸 针对这三个问题 林凯仔细研究后 对全自动车罩 进行了全方位的改进 首先 他将散骨的材质 改为塑料 这样可以减轻车罩 自身的重量 其次 他将车罩底部的吸铁石 改为吸盘 以此来适用于 全景天窗 最后他加装了一个车用的充电接口 以此来解决停电后 车罩难以拆卸的问题 车罩大扁深厚 重量固然轻了许多 但是质量如何呢 吸盘固定是否牢靠 塑料散骨是否结实 我们还得实际测验一下 才能知晓 为了测试车罩的牢固性 我们找来了三台工业风扇 打算对它进行不同锋利的测试 这个是全景天窗的 对对对 这个是溪旁 这样子一吸 就吸住了 不动了吗 对 这个就是已经吸住了 那然后呢 直接放上去 直接 也是这样子 也是个小轮子 这顶下 对 那点一样 就是没死点了 对对对 然后一吹 风一吹 它会不会就把这个给吹跑 不会 这个吸住的力很大的 咱们试一下 好的好的 车罩顺利展开 然而这一次 记者发现 撑开的散面 似乎并不像上一次 那般挺直 不那个上一代看上去 那么精准 骨架说不定没有那个 低代的那个铁的这么 这么硬朗 如果有风来刮下的时候 会不会 这个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嘴上说着没事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 林凯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那么改进后的车罩 到底行不行呢 测试之后 利剑分晓 风力挺足的 来 咱们这样三个风扇 一起吹 好吧 一起打开 来 看看这个车罩的 那个吸盘能不能脱落 它能看多少几风 这个 按我估计的话 应该四五几吧 四五几风都能看出 应该可以 这吸盘还不错 此时的林凯信心十足 过了不到五分钟 车罩在三台电扇的合力作用下 似乎出现了问题 我觉得好像前面有点变形呢 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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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断了 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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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的骨架断了 测试这才刚刚开始 林凯的车罩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这个确实有问题 你看都飘起来了 断了 断了 已经断了 散鼓被吹断了 那么吸盘此时的情况如何呢 一等没走 吸盘没走 位置很牢固 现在确实散鼓出问题了 我还想做其他的测试呢 也没办法做了 测试被迫终止 这一切都太出乎意料了 记者一时之间 也不知该如何劝慰他 怎么办 你打算 你出门没关啊 一言不发 默默离去 林凯的背影看起来有些心酸 第二代测试的失败 对林凯的打击很大 为此他甚至想过要放弃 一想到后面还要动用这么多的资金 这么多的精力 再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当时的话让我萌生了一个念头 就是我妈妈给我安排好的事情 为什么我当时不去接受这个事情 因为他给我安排好的话 我轻轻松松一年就能挣到钱 带着这样的想法 林凯回到了母亲的鞋场 然而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让他感到烦闷 终于他想明白了 全自动车照才是能让他甘愿付出的事业 他选择了 就得走下去 一个月后 我们又一次接到了林凯的电话 他告诉我们 第三代全自动车照改进完成了 这个就是第三代我的发明了 第三代好像跟第二代不太一样 这个是我新家的一个东西 就是太阳能 它的话是不断的吸电 它就不会断电了 它的能源现在是靠太阳能提供了 对 以后就不用电池了 对就可以这么说 有太阳能的话就是不用充电了 它由随着太阳能的能量 然后转化为它的电池的能量 那如果好几天不出太阳 它是不是又会出现 这个也这样子的 比如说连续三天五天都没关系 因为我这个可以来回打一百次 结实了吗 这次 结实 现在是非常结实了 采用了铝合金的骨架 然后跟塑料的那个硬度是完全不一样 非常结实 原来为了解决上一代的问题 林凯将散骨的材质改为了铝合金 以此来增加散骨的牢固程度 那么车照的重量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来测量一下 5.1 还是上次的那个 差不多的一个重量 5公斤多一点 嗯 再称这个铝合金的 5.85 差不多太多 对对对 这么轻的这个东西 它能比那个结实多少呢 呃 结实很多 可以说 呃 像上次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容易这么断 这个是绝对不会了 那我们把这个专门的这个散骨的材料 你帮我找一点 好的 然后咱们做个测试行吗 好的 行 车照的改进是否成功 主要就在于散骨的结实程度 我们将塑料散骨和铝合金散骨 分别找来一些 进行硬度测试 我们先做这个测试 我把它这样放在这上 这样立着 对对对 然后立着是吧 对对对 然后在这掉一个重度 好的好的 它能承受多少 好吧 好 好 两个一米多高的木架子组成了测试台 第一个来挑战的是塑料散骨 测试开始 许多路人驻足观看 你们看啊 能放几个啊 你们觉得 你觉得鸡蛋能放几个 最多15个吧 15个 你觉得呢 17个 17个你呢 我觉得可以放20个 20个 还有觉得多的 你觉得 18个 16 17 20个没问题了 18 18 19 你看20个绝对没问题 你改主意了吗 25个 25个 22 23 23个了已经 我肯定已经被操了 25个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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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25个啊 咱看25个有关系吗 25 26个 30个没关系 30个没关系 30个都没关系 30个应该打不打 27 27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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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个可以啊 28个了啊 29 8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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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30 还能放的 34个就没问题了 2个差不多了 3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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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了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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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了 太快了 太快了 35个几单了 塑料盒子摇摇欲坠 到极限了吗 还能再放吗 还有几个 36 36 2个啊 3个最多 好 有人说3个最多 37 2个 1个 3 3 4 5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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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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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 9 9 10 10 8 不行了不能再换了 再来三点 要不然你都没办 多得满满的这一盒鸡蛋有多重呢 我们来撑一下 4.2公斤 4.2公斤 要再换道具吧 好 来 4.2公斤的鸡蛋摆下阵来 接着林凯换上了西瓜 8.5公斤 17 17斤 西瓜上阵 重量比之前增加了一倍 那么这一次铝合金散骨 还能顺利过关吗 这好像不在中间 在中间 居然没断 那咱们再放铁块吧 好的 西瓜也败下阵来 随后林凯拿来了一块 2.75公斤重的铁块 这一次铝合金散骨会不会断 大家的意见各不相同 我觉得不会断 你觉得呢 不会 这个人觉得不会 应该会断吧 应该会断 为什么 就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 已经很危险了 这样不行吧 断不了 还没断 一块铁不行 再加上一块 24斤了 24斤了 这个铁 你看已经弯成那样了 咱试试 要不撑一手 你觉得会断吗 这次吧 差不多了吧 看看敢不敢杀手 搞杀手吗 别乱杀手 哦 来来来来 来 三家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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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不会 我觉得还不会 干不了吧 应该 怎么样 天哪 天哪 下人呀 不会 不会 哇 谁赢 还没带啊 还有两块钱 这次肯定要要 要没人了 两块一起吧 这两块钱呢 你肯定会断 肯定会断 再加两块铁 成西瓜的盒子 遥遥欲准 三鱼这次 是不是到达极限了呢 来来 看啊 我放了 撒手了 撒手了 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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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了 我放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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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惜了 还是很满意 是吧 满意满意 就说明它的强度 还是很棒的 比那个 比那个数量好多了 来我看一下你这个 还是弯了 我那是 还真不错 还没动 来来来 咱们实地测试一下 好不好 好的 好 来 这次测试 铝合金散骨的牢骨度 比上一代 的确硬朗很多 这给了林凯 很大的信心 他告诉记者 全自动车照 可以一直安装在车底 开车的时候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为了更好的验证 车照的牢固性 我们来到一处公路 打算对全自动车照 进行一次 实地抗风测试 哦 这速度起来了 对 这个有 有七十码了吧 结实的很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晃 不要紧的吧 那晃肯定的这么大的风 肯定会晃动 车子还在加速 风在窗外呼叫而过 车照被刮得呼呼作响 林凯不禁 开始有些担心 西盘我到股股股盘 这个股价被这个 神变 神变 打打打的 刀 那么多 十 八十码了 八十码了 八十 八十 八十码了 九十了 这都胖太快了 一百了 一百了 速度开到一百麦 车照在风中不断飞舞 就这样 车子在路上 奔跑了两个多小时 这一次 车照民族经得住考验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看 看个股价 股价也好的 再打开看 还能打开吗 如果要断了 会出现什么情况 断了就打不开了 就完全打不开了 对对对 它就别住了 对对对 哦 全打开了 哦 还真是挺硬的 那不错不错不错 防风测试顺理完成 敏凯心里十分得意 然而收车回家 他却看见 母亲正等在自己家的门口 突如其来的小插曲 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远远的 记者看到 敏凯将妈妈带进屋里 似乎在躲避着 我们的镜头 原来为了改进全自动车照 敏凯向亲戚伸手借了钱 而一开始就对这个发明 持反对意见的母亲 心里是既愤怒 又心疼 我们现在作为长辈一样 长辈的想法 就是让孩子就轻松一点 因为我们自己做生意 也做得很辛苦了 何必还要跟着一个辛苦 一个发明 不是说一说就很容易的 是吧 你要动脑还要动钱 还要动人力的 都要的 这个我就觉得 就是说 一点来不相信 我支持这一块 不顾母亲的反对 林凯提出 要与传统车照 进行一场比赛 以此来证明 自己的发明 是有意义的 传统照的话 跟我这个 就是没法比的 如果说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明天 跟当场同仁 跟我妈妈 做个比赛 如果 我就比赛吧 我就拿一比三的比例 我三个人 一个人 对 你追赢 也不要追赢 那您能 真能跟他去比 是吗 可以啊 真可以啊 可以 我比赢了 我后面就有一个后盾了 如果我比输了 我从此就不做了 行吗 行 为了他死了心 死了这个心 为了让林凯死心 母亲答应了儿子的挑战 希望他能够 在实际的比赛中 获得教训 放弃这些 不必要的坚持 第二天 林凯与母亲 各准备了十辆车 二人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将这十辆车 分别盖上车罩 最终盖得 又快又好的一方获胜 你有信息吗 您带着这两个助手 应该有信息吧 你们三个人 对 那你呢 就我一个 凭三个 绝对是啊 那咱有一个公平一点吧 你说 他们三个人可以一起照吗 还是 不行 他们要自己一个人照一个 一个人照一个 可以吗 我们就是一个人一电车 也比他要赢吧 声势浩大的比赛 吸引了许多观众 记者随即提出 比赛后输了的一方 就将自己的车罩送给大家 送给现场的观众好不好 赶吗 赶那我要拼命来我这里 你赶吗 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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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吧 预备 记者一声令下 双方都迅速地进入工作 由于心情过于急切 大家都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看着双方都忙得不可开交 大家都在一旁 乐得前仰后合 你这光把先把吸牌放上是吗 对 你跟我说话还多 原来林凯在安装车罩前 要先将吸盘一一安在车上 这明显拖慢了他的速度 而另一边 母亲则十分精明地 购买了十个带松紧带的车罩 有效地提高了效率 这样一来 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一方胜券在握 大家此时都心里有数 你们接了谁快 三个人 这边马上就完了 快快快 林凯在那边 你这才刚盖了鲤辆 人家你看那边都盖完五辆了 着急吗 你盖完五辆了人家 人家都盖完五辆了 已经来不及回答记者的问题了 林凯忙的满头大汗 比赛接近尾声 菩萨一阵大风起来 普通车罩这一边 瞬间乱了套 这个不行啊 这个效果不行 这个效果 这个不行啊 这一会儿就出去走了 快 看着刚刚盖好的车罩 被吹得乱七八糟 大家都开始喝倒菜 而另一边 林凯的车罩 却平稳地立在车顶 纹丝不动 你觉得谁会快 现在又摆着这个快了 现在又这个 终于 时间到 比赛结束了 好了 完了没有 好了 已经好了 林凯这一边 已经全部完成了任务 而母亲那边 却依旧在手忙脚乱的 做最后的努力 停吧 停吧 你们停吧 这就算盖完了吗 你这个就算盖完了 还行吗 这就算盖完了 这也太过 这算过 怎么样感觉 我的快吗 你的快 你们我还停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停 想赢吗 想赢 你停的时候 你老师说还差几辆 还差两辆 还差两辆半 好吧 那时间就差两辆半 人家还算是挺快的 我一个人 他三个人 但是咱们看一下质量 好不好 咱们互相看一下 这样来 你先看看 你先看他的质量怎么样 看你儿子的质量怎么样 我觉得质量还行 还行 一般化吧 一般化 行 那咱们就看看你的吧 好吧 好 你觉得他这质量怎么样 太差 你觉得质量还行吧 还将就还行 这行 你不能给人家 这是你 这我没弄 这我没弄 这刚开始好好好好的 通吹的 这风吹的 哦 看好好的 那第一辆你觉得合格吗 第一辆吹的 吹的很长的 第一辆不是给人风干吗 哦 是吹的 那咱们再往这边走走看看 你看这个锡都没锡 哈哈哈哈 他都抽空减六的了 哦 我抽空减六怎么赢你 哈哈哈哈 第四辆还行 第五辆怎么样 哇 全部飞电 第五辆就不行了 第六辆 最后面质量越差啊 不行 你们这都谁盖的 这个是我盖的 这你盖的 还有这个越野车是我盖的 你盖的最多 你盖的 我 你盖了几辆 我盖了四辆 你盖了四辆 盖四辆 你自己盖的满意吗 啊 这还叫萌营啊 这个 勉强满意吧 哈哈 虽然百般变弃 但是胜负已分 母亲这次 要愿赌服输了 心里 有点的服务 远的好点了 势者应该要支持我了 支持我的事业了 那你觉得他花这些钱 冤枉吗 不冤枉了 现在不冤枉了 放冤枉了 还是犯冤枉 哈哈 您这车罩得送人了 我这里十个都送人了 你看呢 你们说吗 说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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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赌服 是吧 愿赌服 最终 车罩被大家 一抢而空 敏凯发明的 太阳能全自动车罩 采用一键操作 方便快捷 节省了人力 再经过了一系列 实地测验和改进之后 其防晒效果 以及坚固程度 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认可 这个机械结构 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它把复杂的一些机械结构 变成了简单化 它通过 颅母和颅杆 来带动它的一个 生长机构 然后呢 就是很简单的 很轻松地把它打开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在重量和体积上面 还有进一步的 缩小 或者解清 这样的话 更受我们用户的欢迎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了 我们栏目的联络方式 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谢谢冯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 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锡 下期再见 每位海鲜叫人赞不绝口 面对转瞬即逝的 食令海鲜 发明人拿什么来 译保食客们的口服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扇贝 托一记 每位海鲜叫人赞不绝口 错过时节 令人遗憾一年 面对转瞬即逝的 食令海鲜 发明人拿什么来 译保食客们的口服 一个转子 八面敲击 它是如何是 坚硬的贝壳 如若无物 一张巨口 三个筛子 还有怎样实现 对扇贝的美味留存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扇贝 托一记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